博物馆工作16年 他因何对汉服情有独钟 汉服推广之路荆棘丛生 他又是如何披荆斩棘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汉服文化传承之路 本集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将带您走进扬州汉服圈 为您讲述汉服迷夏梅珍的故事 本节目在杨帆手机频道也同步播出 欢迎您留言互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我是主持人朱乐 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夏 有福章之美 故称华 提到汉服啊 大家都知道 这是汉族的传统服饰 可是啊 这要搁在十几年前 那是另外一种状况 那会儿呢 还真就没有多少人知道 汉服是什么 见过的人呢 也大多数会以为这是戏服 又或者把它当作和服 韩服 而随着近些年传统文化的复兴 汉服呢 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 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青睐 大家特别喜爱的周杰伦和他的御用作曲 方文山老师发起了西唐汉服文化周 每年呢 更能信全世界数以万计的汉服爱好者参加 汉服的热度是可见一斑呢 在咱们扬州啊 也有这么一个大型的汉服文化活动 叫扬州中秋拜月 自打2006年举办第一届以来 一年一届 已经啊 办了十二届了 在2014年 还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拜月仪式 庄严而又隆重 全场参与者必须身着汉服 流程分为三上香 三敬酒 诵读注文 焚烧注文和月光纸 集体拜月 里程 再由主拜将象征着和谐团圆的月饼分切开来 送给在场的每一位宾棚 一场古老的拜月仪式就此完成 那究竟是什么人发起了这场中秋拜月活动呢 他与汉服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位 就是扬州中秋拜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夏梅珍 跟他熟悉的人呢 见他呢 都亲切地称他为夏馆长 因为啊 在退休前 他一直担任扬州汉林院的馆长 好看 这样呢又有层次感 而且呢这个符合汉服的特点 推广这个中秋拜月这个活动 就是为了传承我们的优秀的这个中国文化 同时呢 要把我们的民俗元素放在里面 那就是呢穿汉服 做汉装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呢 这个活动呢就做得更有仪式感 更有庄严 当时啊我们的仪式呢 还是比较经过那么查找资料 考证 还是比较规范的 那他是如何与汉服结缘的呢 他又是怎么走上推广汉服这条道路的呢 博物馆工作16年 他因何对汉服情有独钟 汉服推广困难重重 他又是如何披荆斩棘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汉服文化传承之路 广告之后 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继续为您讲述夏梅珍的汉服故事 扬州五彩世界 位于扬州新崛起商圈 京华民乐户商圈 汇聚新区商住 办公 娱乐 服务 文体等全方位配套 万般繁华 与此起目 自从这件事之后 凯特失踪了 我找不到他 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凯特 虽然这次计划失败了 但是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可能正因为这样 我才知道我一生最爱的是谁 送你一份礼物 子杨 博物馆工作16年 他因何对汉服情有独钟 汉服推广困难重重 他又是如何披荆斩棘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汉服 汉服文化传承之路 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继续为您讲述 夏梅珍的汉服故事 夏梅珍是学历史出身 在担任汉林院馆长的时候 也将穿汉服拍照片 作为一个景点的旅游特色 进行推广 但那个时候 他更多的是出于 对挖掘博物馆汉文化的考虑 而让夏梅珍真正意识到 汉服的价值意义的 是源于2003年发生的一件事 我记得是2003年 在一篇报道上 说有一个在新加坡的牛学生 写了一篇文章 他们学校要搞活动 希望所有的牛学生 都穿上自己民族的服装 去参加这样的年欢 他说因为我没有民族服装 就没办法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这件事情给我的出动是非常大的 当时我就想 我们这个民族 他不是没有民族服装 他有 这是我们现在忽略了他 没有把他弘扬 传承下来 所以让这个孩子觉得 心里很难受 他有一种很悲哀的感觉 也就是这篇文章 带给了夏梅珍很大的震动 深深地触动了他 他下定决心 要去做一件事情 把汉服推广开来 让更多的人了解汉服 认识汉服 为了推广汉服 夏梅珍从自己做起 他坚持每天穿汉服 积极地在博物馆内 策划组织汉服主题活动 从做一天汉代人的汉服体验 到汉服秀的展览 再到汉服文化研讨班 开发各类汉服文创产品等等 三年时间里 夏梅珍实践了 他能够想到的一切方案 然而 三年里参加的人数 并没有增加多少 大家对汉服的印象 依旧停留在 这是一个古代服饰的认识上 当他发现这样的坚持 并不能实现自己的初衷时 夏梅珍开始回头反思 汉服在现代生活里 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本来想呢 就通过这个活动 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汉服 知道汉服 那么结果呢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也不是很理想 因为大家认为这是做活动 一天过去了以后呢 这个活动结束了 大家呢也就结束了 当时穿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 哎呀很好看 很美 要平时可以穿就好了 但是这个言外 言下之意就是 平时这个服装 它是不能穿的 所以呢 这个活动的 它的最终的目的 我的初衷就没达到 就是如何使我们的 那么汉人认识到 我们这个汉服 使我们穿成了 几千年的服装 那么我们有这个 要愿意穿 而且呢 在特别在这些 重大截力的时候 喜欢穿 必须穿 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没有达到 经过反思和总结 夏梅珍认识到 推广汉服的初起 不应该把重点 放在汉服人群的 扩大上面 汉服是传统的 如果和同样传统的 民俗节日相结合 有了得体的场合 和文化氛围 人们穿上汉服 才不会觉得奇怪 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6年中秋节 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扬州素有月亮城的美誉 将汉服推广 和中秋拜月习俗 联系起来 最合适不过 想到了这一点 夏梅珍便策划了 第一届中秋拜月活动 吸引了近千人参加 尽管那天是下雨 但是雨中情 心里有月亮 我们搞了一场中秋的 拜月晚会 就围绕月文化 有颂月 朗月 还有就是勾月 五月 最后是拜月 这样进了高潮 这种活动 在每次做这样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是身着汉服 而且我们的汉服 也不断地在把它更新 不断地添制 所以服装形式 在一致再慢慢地 把它完善起来 完善起来 这个活动应该说 现在已经成了 我们的品牌活动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坚持 夏梅珍不仅在汉服推广上 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她在汉服研究上 也付出了许多心血 而在这一次次的活动中 她对汉服的认识 也在发生着变化 复兴汉服 靠汉服的推广活动 这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把汉服 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汉服才能够真正地传承下去 夏梅珍想到了改良汉服 在保留汉服核心设计的基础上 用现代服装设计理念 去设计新的汉服饰样 为了设计出新式汉服 夏梅珍翻阅了更多的古代服饰书籍 去研究古籍古画中的各个时代的汉服细节 从样式设计到面料选择 再到剪裁打板试验 前前后后她都参与其中 我想只要我们保留了 我们汉服的几个 它的核心元素在里面 比如它诱论 还有一种对心 还有一种圆领 还有边色 这样的几种元素保留着 那么就可以把它进行改变 我们就要和现在生活相结合 我始终在想要想推广汉服 一定要完成汉服的现代化进程 我考虑的是从不同场景 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人群 穿的服装想分八个大类 比如女服还有长服 就在家 那么大家穿的 演出服就是表演服 还有工作服就是义务装 校服还有儿童装 最重要的就是时装 所谓的时装 就是让我们现在的那些大学生 参与到这里面的设计器 把我们汉服的元素放到里面 再利用现在人的观念 把他设计出来 我认为他就是我们的民族服装 在这个时代 有人专注于朝前 有人着力于连接过去 对很多人而言 汉服或许说是一个 含义不明的过去时态 但在另一部分人心中 它是承载着复杂意味的符号 夏梅珍说过去15年里 他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他相信自己在正确的道路上 节目最后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再出一个小问题 夏梅珍举办的第一届中秋拜月活动 是在哪一年 知道答案的朋友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把答案发送到海西头微信公众号 有机会获得由九地红幕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我是祝乐 咱们下期的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再见